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又是惊喜 冰玉火官配郭小婷赞不绝口 王一博到底有多惊喜 微博之夜上 王一博俊雅金贵的宫廷小王子秒变速冷巨傲的霸道总裁 惊艳了很多人 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在他的身上都被诠释得恰如其分 真不愧是造型百变 一人牵面 特别是进入那场之后 一身黑色西装加上精干帅气的发型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可抵挡的高冷霸气 这极致的反差真的是太绝了 还记得上一次因为要进组冰玉火 王一博剪短了飘逸的头发 大家纷纷猜测帽子底下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可是闹了不少的笑话 直到陈宇的出现 大家才眼前一亮 原来这样短发的王一博也是精神又帅气的呢 不过说到陈宇 也是真的等了好久啊 一直有上线的消息 却也一直迟迟没有了下文 卧底情节加上警匪故事线 算是狠狠地圆了王一博 一直心心念念想拍警匪片的心愿 又与一众实力派老戏骨同场标系 再加上预告片中的一些激情对战和爆发力十足的原声台词 王一博的表现也让大家格外期待了起来 从路透和一些采访中不难得知 冰浴火的整个拍摄过程中 王一博不管是从身材 台词到动作戏部分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导演以及合作的对手戏演员 对他也都是赞不绝口 而且大家的评价竟都是高度的一致 惊喜 没错 就是惊喜 导演这样说 同为男主的陈晓这样说 而作为王一博戏里的官配 扮演杨玲的郭晓婷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合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惊喜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不会用很多技巧来表演 他的表演很真挚 非常能打动人 大家看到就会知道他的表演有多棒 其实从冰浴火开拍到杀青再一直到现在 除了拍摄期间浑身散发着属于警察的正义之气 和之后采访中的只言片语 在王一博这里就无法再得知更多关于陈宇 以及拍摄相关的消息了 王一博与陈宇的很多故事 反而都是出自别人之口 但也恰恰正是因为这样 这些赞扬才会更加的客观 更加使人信服 王一博的表现也更加值得期待 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都是如此高的评价 王一博的陈宇到底有多让人惊喜 真的是让人心痒痒啊 恨不能可以赶紧一宝眼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